把我小搞得像后宫一样 我认为受害者估计是150人 怀疑被信骚的学生超过百人 受害者跳出来指控的 就是难投某国小的刘姓校长 我坐在副驾驶座 他一跪人把关 把副驾驶座整个摊平 可是他就一直上下气手 一直要亲吻你 叫你跟他接吻 说狼师曾经到受害者家里下跪认错 但当时的校长 劝说家长不要毁了优秀老师的前程 一直到学期末才让狼师转校 却没想到是其他女学生噩梦的开始 用力压着我的后脑勺 就直接亲我 然后把舌头伸进我的嘴巴里面 每一次下课 我都会去厕所刷牙 洗嘴巴 就是一定要刷到流血的程度 我才会觉得就是洗干净了 不只受害者指控 现在也有目击者跳出来 我亲眼看到 就是他就是带着这位女同学 那进到就是仓库里面 我就现场看到 就是这位老师正在拥吻这位女学生 即刻启动校安通报 责令校长先请假静待调查 召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审议 由调查小组秉持公正公平专业 进行调查厘清案情 信骚事件连环报 不只遍布老师教授 现在就连媒体界大佬 收房队跟名嘴也被点名 随着性贫义事抬头 也让更多的黑暗不公 被摊在阳光下 TVBS新闻崔重群 伟佳琪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